这边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个乔治亚共和国 这个乔治亚共和国一样跟土耳其一样 它是跨属在欧洲跟亚洲的交界 所以一般会称之为乔治亚为是欧洲的后花园 同时乔治亚的治安也不太好 很多人说乔治亚这边是犯罪者的天堂 为什么呢 来看这条新闻报道 乔治亚主宰翻外篇 据台湾护照 没邦交成诈骗天堂 20元美元大通关 先跟他讲乔治亚这个国家 跟我们台湾是没有邦交的 乔治亚是拒绝中华民国的护照入境的 乔治亚2016年明文规定 拒绝持有中华民国护照的民众申请签证 主因是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中国跟他建交了 而且乔治亚成为一带一路 欧亚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所以乔治亚拒绝我们 那看起来应该很好 你乔治亚这个国家 竟然拒绝中华民国的护照 那我们的邦派的犯罪集团 又怎么会在乔治亚落地神根呢 状况是这样子的 因为原本大部分的邦派集团 都在柬埔寨 都在缅甸 都在KK园区嘛 对不对 可是因为柬埔寨缅甸最近的这几年 形象太差 所以他们开始真的很认真去打炸 好那打炸之后你打一打 确实啊 你看像晚安小鸡去那边拍个影片 一关关两三年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对于很多犯罪集团 不是只有台湾哦 包含中国 包含台湾 包含亚洲 甚至包括欧洲的犯罪集团 就会去思考 那哪里可以成为新的电信诈骗集团 挑来挑去啊 挑来挑去就挑到乔治亚 这地方在古代叫做什么 就叫三不管地带嘛 对不对 你要往欧洲走也快 要绕跑往亚赛 拜安社这种乱七八地方也OK 所以包含台湾知名的帮派 都已经派人去前往乔治亚 这边设电信诈骗集团 可是很多人就会说了 不是啊 不是拒绝中华民国护照吗 那拒绝中华民国护照 到底怎么可能进去 20美元大通关 什么意思呢 台湾的帮派要进去乔治亚 对不对 拒绝中华民国护照 没问题 在乔治亚没有20美元办不到的事 如果有那就40美元 他们就用20块美金 就可以拿到假的所有证件 而进出海关的时候 海关也会跟你争一只眼 闭一只眼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美感 那有趣的事情是 这到底怎么被揭露的 原因很简单 他揭露的过程 就是台湾帮派成员 被派到那边去管理诈骗集团 而外派到乔治亚的这个 这个搬帮者觉得生活太苦了啦 又冷又穷 吃不好睡不软 所以呢 逃回台湾报警 这件事情才这样子 病康了吧 他这样病康之后呢 对于很多人来说 你看到他去哪里呢 位在乔治亚西南边度假胜利八桶寺 近年来成为电炸大本营 中国博主拍片 直指市区的公主酒店赌场 以及国立航空酒店 表面上是饭店 实际上租下许多房间 关租载 搞电炸 乔治亚拒绝台湾的护照 但诈骗集团 一样以一人二十元元 买通官员放息 没有邦交 也让我国警方 难以出手救援租载 煮炸集团了 为什么 因为刚刚我已经跟大家报告了 是如何打进 为什么要去乔治亚 也跟大家报告 是如何打进乔治亚这个国家 可是为什么要选乔治亚 对于台湾的犯罪集团来说 有一个天然 而且难以拒绝的因素 就是没有邦交国 拒绝中华民国护照 跟台湾没有正式的官方往来 所以对于我们台湾警察来说 我想要去抓都很难抓 甚至我想要乔庄 乔庄进去布线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就变成台湾治安的死角 那目前我们当然是跟国际刑警联络 积极地能够把乔治亚这边抓出来 不要让台湾人受害 可是有趣的事情是 你给大家再看一下 乔治亚在这边 对不对 那我再问大家一件事情 刚刚我跟大家报告 俄罗斯所有的扩张的原因 只有一个希望往南扩张 希望持下更多的领土 希望获得涌动港 希望到更温暖的地区 那请问俄罗斯要怎么来跟乔治亚互动呢 来2008年乔治亚跟俄罗斯这两个国家 因为脱离乔治亚地区的 这个叫做南奥赛提亚而交战 双方在国际调停下签字挺我后 俄罗斯宣布承认南奥赛提亚和阿布哈兹独立 真的很难念 乔治亚全力与俄罗斯断交 有没有觉得一模一样的套路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回顾一下 亚美尼亚跟亚赛拜兰 俄罗斯要怎么搞 搞里面一个领土 我来支持他 他们就分裂了嘛 对不对 一模一样的套路 俄罗斯要怎么搞乔治亚 很简单 俄罗斯跑去支持南奥赛提亚 跑去支持阿布哈兹 然后跟阿布哈兹跟南奥赛提亚说 来老大哥支持你 你们就勇敢的脱离乔治亚吧 那乔治亚就给你打一仗 打一仗打个没下文 结果俄罗斯就宣布他们俩承认了 一模一样的套路 那大家再回想一下 乌克兰怎么发生的 不就是乌克兰乌东 亲俄罗斯政府 俄罗斯说支持乌东吗 支持乌东分离出乌克兰的 所以俄罗斯在玩的所有的外交手法 外交套路都一样 那当然也有啃不下去的硬骨头 叫做什么呢 叫做车臣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